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节日谈 我是爱楚怡 7月3日至4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理事会 第24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 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此次上河峰会首次以上河组织加的形式举行 峰会会讨论哪些议题 在缓解地区冲突 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上 上河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上河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 此次上河峰会是组织发展上的一次里程碑 白俄罗斯在峰会期间将正式成为第10个成员国 白俄作为欧洲国家正式加入上河 对上河的覆盖范围 整体发展潜力和影响力 会有怎样的提升 相关话题今天邀请到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鸿先生 做分析个解读 先来通过新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 3号到4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这是今年上河组织框架内最重要的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河组织峰会 今年上河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的主题为 加强多边对话 寻求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主要聚焦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 与会的上河组织成员国元首们 在峰会期间广泛讨论机构变革与扩原 经贸 人文领域合作等话题 峰会将通过关于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纲要 并讨论上河组织禁毒战略 还有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 至2035年发展战略等多个重要文件 此次除了出席上河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对哈萨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表示 在访问期间 他会同托卡耶夫总统会谈 就中哈关系 全方位合作 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剥划新蓝图 做出新部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河峰会 我们看到这次上河峰会的规模更大 涉及的议题更加的广泛 而且成员国之间展开合作的领域 是更加的灵活 那么此次的上河峰会 都会就哪些议题进行讨论呢 上河峰会确实有很多议题 我们看到这次呢 除了我们看到的传统的安全反恐 禁毒等一系列传统议题之外呢 上河这次是聚焦要发展 有可能通过2035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战略 要更远地规划上河组织 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 以及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 做出一些长远的战略性的规划 还是要讲到上河组织 从这次峰会来说 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可能就是扩原 我们知道从欧亚地区 从亚洲向欧洲拓原 说明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在上升 把欧洲加入上河呢 是使得上河的成员达到了十国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从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到现在到今天23年 那么通过上河国家的 这个不断的这种努力 我们看到上海精神 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特别是在区域稳定发展的方面 那么有更多的国家申请加入上河 也说明上海合作组织 这个合作模式 以及上海精神所提倡的互利互惠 包括共同发展 包容性的发展等等 协商一致 这样一些平等的这样一些理念 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是已经成为区域国家领导人 进行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同时我们还看到上海合作组织 在促进地区稳定发展 促进地区国家的这种了解方面 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这次的上河组织将会通过 关于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的合作纲要 并且讨论上河组织的禁毒战略 同时还有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 至2035年的发展战略 等多份重要的成果文件 对于这些实际的成果 您怎么来解读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 是一个务实的发展的组织 同时它也是为了促进地区 稳定和发展的一个组织 那么我们看到地区局 实际上是遍临着一些挑战的 首先就是安全形势 反恐形势实际上是不容乐观 尽管上河组织成立以来 一直将反恐作为 主要的任务之一 但是我们看到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所处的中亚 西亚 南亚 地区恐怖组织的这样一些势力 仍然存在 而且有死灰复燃的这样一些迹象 特别是我们看到 在今年以来 在俄罗斯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恐怖事件 莫斯科西剧院的恐怖事件 以及达基斯坦 刚刚发生不久的恐怖袭击 都说明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仍然是威胁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就是毒品 我们知道反毒禁毒 是全世界各个共同的任务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由于阿富汗的局势 以及中亚西亚的局势 仍然是需要各国在反恐 反禁毒方面 要做共同的努力 因此我们看到 上海组织此次峰会 特意强调了 要在打击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 以及禁毒等各方面 要做更加努力 要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政策 协同作战 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发展 发展在全球来说 始终是一个各国 最主要的一个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那么当全球秩序 现在正处于一个深度变化的 这种背景下 那么美国和西方正在搞小远高强 要以安全和政治来试图 搞去全球化的时候 这时候上海核素 这在促进地区稳定发展方面 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作为的空间 比如说要促进区域国家的 经济上的一体化 促进贸易便利化 投资便利化 通过发展来稳定地区 通过发展来造福地区 互利互惠 实际上这是上海核素 之一来所提倡的 特别是对上河成员国 我们看到 既有像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这样的 这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 还有很多经济欠发达的 这些国家 对于发展来说 它不仅仅是对于地区稳定 很大意义 对于各国 这个参与上河活动 它都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看到 上海核素组织 是要分享发展机遇 实际上呢 我们都知道 中国和这个俄罗斯 以及印度 是新型经济体 也是金庄国家的 这个重要的成员国 通过这个成员国之间的 这样一种 在政策 贸易 投资 等各方面的 这样一种交流 和交互通 能够促进 上海合作组织 其他成员国的发展 共同带领个 这个地区国家 走向繁荣 走向问题 而且这次的 上河组织峰会 是首次 以上河组织加的形式 来举行 上河组织加 怎么样来理解 有怎样特殊的含义呢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开放的 一个地区的合作组织 它实际上是 对于地区国家 成员国 还有联系国 还有其他一些 这个观察员国 实际上的 上海合作组织 它实际上对于 对于非成员国 仍然是不是开启 一种开放包容 透明的这种政策 那么随着上河组织的发展 是各国 周边国家 看到了上河组织 对于地区稳定 和地区发展 所带来的这样一些 这个积极的效应 所以有向上河组织 加强于上河组织 合作的这种意愿 所以我们看到 此次峰会 不仅仅是 上河成员国之间的 一次交流和峰会 还有呢 就是与其他一些 联系国观察员国 进行交流 可以说上河峰会 它是搭建了一个 很好的交流平台 促进了地区国家的 互相了解 也会增进 地区国家的合作 通过加的这种方式 将上河的影响 上海精神 传播到更大的地区 和更多的国家 那么对于地区稳定来说 肯定是积极的作用 还有就是加 实际上能体现了上海 合作组织 未来呢 可能会继续扩大 主要对任何 同上海利益 精神的这些国家 认同上海合作组织 这种合作模式的国家来说 上海合作组织 始终是开放了这个大门 通过这样种合适 来促进地区 以及全球秩序的 稳定化 民主化 除了参加上海组织峰会之外 习近平主席还会对 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的访问 习近平就说到 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 来亲身地感受 哈萨克斯坦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同托卡耶夫总统 共商两国发展大计 您觉得此访 对于中哈关系的发展 包括对于上海组织 接下来的规划发展 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首先应该看到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 经济具规模 而且具有活力的一个国家 同时呢 哈萨克斯坦又是中国的邻国 在一带一路见上 哈萨克斯坦也发挥着 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且从民间和这个社会的角度 可以看出 中哈关系啊 从苏联解体以来 一直是不断地改善 使国社会 两国人民的互信 不断地提升 还是通过上海核子组织 这样一个平台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呢 从这个经贸关系 从这个比较低 这个苏联时期的 这个初级的规模 那么现在呢 由于在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的这种背景之下 双方的合作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 相对紧密的这种关系 双方呢 在这个两国的 这个政治互信非常好 而且呢 在这个地区安全稳定 在去促进区域一体化 促进欧亚经大陆桥的 这种建设方面 都有很多的合作 那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问 我觉得是一方面 是对中哈关系双边的 这样一种 过去的一种这个肯定 第二就是中国呢 对于中哈关系的发展 它有很高的期望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 是战略伙伴 并且呢 愿意长期的 与哈萨克斯坦 包括保持紧密的合作 第三点 我想说的 就是跟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是很紧密的 这个联系 我们知道 中国在一直推动中哈之间 中国通过中亚 向这个欧洲 欧亚大陆桥的建设 那么哈萨克斯坦 自然是这个中国合作 这方面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伙伴 第四点想说呢 就是中哈关系 它还涉及到一些地区的 一些稳定的问题 还涉及到这个促进 这个贸易变利化 投资变利化 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 投资是最多的 促进了哈萨克斯坦的 这个经济的发展 产业的升级 以及呢 哈萨克斯坦的 这个本身 社会的一个稳定 所以呢 未来可能是 对于双边 政治 经济 人文 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 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发展 更加的这个快步 快速的进入一个 快速发展的轨道 同时我们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出席这次的 上和组织峰会 这两年普京出席 国际会议的次数 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您觉得这次 为什么要参加上和峰会呢 首先呢 就是上和组织 是这个中国 俄罗斯牵头成立的 一个地区组织 尽管以中国城市 上海为命名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上和组织 对于俄罗斯 在对于俄罗斯稳定 欧亚地区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普京总统呢 就是一例一次 都是参加的上和组织峰会 体现了对中亚地区 对上和地 这个成员国之间的 这个合作的重视 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 俄罗斯对于打破西方的 这种外交孤立和制裁 实际上是十分重视的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 全面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 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 联合国安理会常人理事国 又是一个核大国 他自然希望在国际上 这个发表自己的声音 展示自己的力量 所以普京总统自然会希望呢 通过在上和峰会的 这样一系列的活动的 来向世界展示俄罗斯的立场 展示俄罗斯的影响力 那么第三点 我想呢 这个普京参加上和峰会啊 还是与地区国家领导人 进行交流 通过这个 看到参与上和峰会的 这些其他国家领导人 与中俄领导人 这种多边场合进行交流 实际上呢 也能够这个打破西方 所谓的孤立俄罗斯 和这个制裁俄罗斯的 一种效果 为地区国家 为俄罗斯外交 等这个方面吧 创造一些 这个新的积极的因素 另外一边呢 印度的总理莫迪 却缺席了这次的 上和组织峰会啊 印度方面给出的说法呢 是相关的日程 跟印度国内的议会 日程是有所冲突的 您怎么来看这次莫迪 不出席上和峰会的原因 印度的外交啊 很怪 我觉得莫迪刚刚出席完 在欧洲举行的 七国集团的峰会 而且是非成员国啊 所以七国集团加 这样一个 然后转手呢 他就说博取参与上和的这个峰会 这也反映出印度在参加上和组织 这个过程中 他有相对矛盾的地方 第一方面呢 他不希望在地区合作上 被边缘化 被孤立 所以呢 他希望参与上和 但另一方面 他参与上和呢 他又觉得自己的这个声音 或者说自己的影响力 是有限的 因为在中俄 在上和组织的影响力 是自然是无法相媲美的 那么他既然希望呢 就是来这个制造一些 外交上的一些声音 无论是出息还是缺席 他都希望呢 就来刷存载感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印度在这个上和组织上 他实际上呢 他对于上和的这个发展 他实际上不是特别 这个认真 或者说不是特别积极 某种程度上 缺席上和峰会 也是一种敷衍 我觉得 因为印度最近一年呢 他们一直奉行 作为多边外交 特别是在 俄罗斯西方关系 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美国和欧洲 都在积极地拉拢印度 向西方靠拢 试图来阻断 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 这些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印度的 一方面 从保持了 与俄罗斯的这种经贸合作 但另一方面 他也试图 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当然也有说法说 是印度跟中国 有一些这个领土 和边界的问题 以此来这个 作为施压的一种手段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到 这个印度的这个缺席 更多的是 在印度在外交上 希望能够刷存在干 而对于上海合作组织 这个本身的发展来说 我觉得不会有 什么太大的影响 而且印度外长出席了 这次峰会 实际上也说明了 印度迹象 让别人看到他 但另一方面 他也不敢缺席上海合作组 因为上海合作组的影响 上海合作组在对地区稳定和发展 确实是越来越重要 印度的媒体报道说 莫迪是计划在7月8号到9号 访问莫斯科 您觉得在这个时候 莫迪见普京 他要跟普京聊什么呢 莫迪访问莫斯科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也是为了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 尽管西方有很大的压力给他 但是我们知道 印度在军工 在能源 在科技等领域 对俄罗斯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合作 而且目击 印度所奉行的是这种平衡的外交 他自然不会说 缺席上海以后 再缺席莫斯科 那这样的话 对他的外交可能就会造成 他所谓的导向西方这种倾向 为了像在西方争取拿到更多的好处 他自然希望保持与俄罗斯的这种传统合作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 印度在借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希望拿到更多的优惠的能源 优惠的科技 特别是在军工领域 俄罗斯也希望继续保持与印度 在军工领域 在能源领域的一些合作 对毕竟印度是一个军火采购大货 那么前不久印度还刚刚宣布 要采购大量的运输机 对俄罗斯来说 保持在对印度的合作 实际上也是它多边外交 南方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好 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上河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 白俄罗斯在上河峰会期间 将正式成为第十个成员国 下关话题我们收到继续 又见 新闻介绍坛 欢迎你回来 上河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 此次上河峰会是组织发展上的一次里程碑 可以期待白俄罗斯在峰会期间 正式成为第十个成员国 今年3月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方面 均已透露了白俄罗斯将加入 上河组织的消息 上河组织秘书长张明 在峰会召开前表示 此次上河峰会是组织发展上的 一次里程碑 可以期待白俄罗斯在峰会期间 正式成为第十个成员国 白俄罗斯2010年成为 上河组织对话伙伴国 2015年成为上河组织观察员国 2022年7月 递交加入上河组织的申请 同年9月 上河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22次会议 签署启动 接受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文件 去年2月 卢卡申科签署总统令 批准白俄罗斯获得 上河组织成员国地位义务的 备忘录草案 目前 上河组织共有9个正式成员国 3个观察员国 14个对话伙伴 白俄罗斯通讯社文章分析认为 白俄罗斯作为欧洲国家 正式加入上河组织 将扩大该组织地理覆盖范围 提升整体发展潜力和影响力 为组织注入额外的重要动力 白俄罗斯将成为上河组织的 第10个正式的成员国 白俄加入上河组织 对白俄的意义您怎么来看 白俄罗斯加入上河组织 自然是对白俄罗斯的外交会 有很大的加分 还是要讲到 从卢卡申科2020年再次当选 白俄罗斯总统以来 我们看到西方对白俄罗斯 一片的谴责制裁批评之声 那么看到2022年 俄中都爆发一来 那白俄罗斯可以享受到 跟俄罗斯同样的待遇 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外交孤立 也确实让白俄罗斯 承受到了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压力 那么加入上河对白俄罗斯来 是对打破西方的外交孤立 具有积极的作用 还是要讲到 白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国家 它原来是希望奉行的 是一种平衡的外交 与欧洲 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 但是西方对白俄罗斯 在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上等 各方面的这种打压式的白俄罗斯 逐渐将外交重心 转向了欧亚地区 转向了东方外交 还是要讲到上河组织 它本身上海精神所提倡的 平等 协商 互利互惠 实际上就是 对于现代的国际政治来说 是一种否定 西方以坚持以价值观 意识形态 也安全为理由来区分敌友 搞阵营政治 搞零和永续 既然是给地区造成了很多的压力 造成了很多分裂 而上河是一种开放 包容 上海是尊重多样文明等等 可以看到上海合作组织 它对于白俄罗斯来说 确实是具有吸引力 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 上海合作组织 也是白俄罗斯重要的经济伙伴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比如说中国 俄罗斯 包括欧亚国家 它对上河 对白俄罗斯来说 都有经济上的很大的这种作用 加入上河组织 可能会促进白俄罗斯 与上河成员国之间的 经济上的互利互惠 政治上的安全上的 等各方面的互信 通过加入上河组织 我觉得是容易提升 白俄罗斯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 那么反过来 白俄罗斯作为欧洲的国家 加入上河组织成为正式的成员国 对上河组织的意义 您怎么来看呢 上河组织作为一个最初一个 就是苏联解体之初 中国与中亚国家协商 解决领土边界历史遗留问题的 一个协商机制 确实促进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后来逐渐从协商的机制 变成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 那么它本身 就是上河组织 它的历史作用 对地区影响力 确实是对于周边国家来说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第二个就是 我们从地理的角度讲 上河组织主要成员国 是亚洲国家 是欧亚地区的国家 亚洲腹地的国家 但是它距离白俄罗斯并不远 因为白俄罗斯属于后苏联国家 属于多连体国家 那么它和中亚国家和俄罗斯 都有很将近的文化和经济上的一些联系 它通过加入上河组织 会扩大上河在全球的影响力 从欧亚地区向亚洲 向欧洲国家延展 说明上河的精神 正在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第二个就是上河组织 它所具有的这种政治上的 人文上的 还有外交上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上河组织 成员国它占全球人口的一半 经济的四分之一 那么而且上河组织 也是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 所以说通过加入上河组织 我们看到让更多的国家 了解到上海精神 让更多的国家知道 上海合作组织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力和吸引力 所以从欧洲国家加入上河 我们也认为上河组织的这种精神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另外看到有消息报道说 现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局势是非常的紧张 白俄是不得不部署更多的部队和火炮在边境地区 而乌克兰方面说现在在边境集结部队只是加强防御 现在乌白边境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确实乌白的边界已经比以前要紧张得多了 还是要讲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由于俄罗斯借到白俄罗斯进攻 这个乌克兰使得白俄与乌克兰的边界 也成为了一个危险的地段 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两年多来 那么随着俄白之间军事联盟 以及乌克兰战局不断升级的这种背景下 实际上这段边界一千多公里 也是成为潜在的发生冲突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白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他们都在加强在边境地区的这种防御 加强在边境地区的这种侦察 那么这也引发了双方对安全的这种各种猜忌 各种的这种各种设想吧 总之他们都在透露出这样一种焦虑和担心 认为这段边界甚至是认为对方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其二就是我们知道从乌克兰的这个角度讲 2023年以来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发动新的这种攻势以后 它对于这个北部边界 还有这个西北部的边界的这种担忧越来越多 因为俄罗斯恰恰是利用了这种开闭新战场 来牵制乌克兰的兵力 来试图在这个正面战场的这个俄乌的现在的实际控制线 这个来吸引它的这个调动兵力 试图呢这个通过以此呢来牵动乌克兰的这种防御 来找到一些漏洞 所以呢乌克兰十分担心 俄罗斯会不会在白俄罗斯方向来继续施加军事压力 来继续给这个乌克兰的正面战场 这个造成一定的压力 从乌克兰本身的这个安全状况和安全能力看 它似乎是没有发动主动挑剧事端的这种能力 还是要讲到俄乌冲突 使得乌克兰现在命令全面的这个兵力不足 装备不足和弹药不足 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 主动去挑事 我觉得可能这概率不是很大 好 非常感谢张吴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